这段录像展示了1901年至1904年之间云南民众的生活情景 当时正值清朝光绪地统治时期 拍摄地点位于云南老昆明城的小东门 这个地方是当时城乡物资交流的重要集散地 在半城半乡的街市上 人们熙熙攘攘进行着买卖、交易、住宿、马帮、商队等活动 清朝市民的舞者们身姿曼妙 手指上佩戴的纸杂套不仅是一种保护长纸杂的装饰品 还象征着身份地步 只要那些不需要亲自劳动或者优越生活的妇女 在审判官面前 行刑时犯人需要脱下裤子 犯人受到拷打的刑罚 录像还展示了当时云南总督丁振夺 拜访法国驻云南领事的场景 拍摄者在录像中带着大量的军械 应担心受到义和团成云的攻击 这段录像还记录了当时民众对拍摄者的抗议 以及部分天主教堂的损毁 这与知名的昆明教案影 最终 在云南总督丁振夺的保护下 拍摄者和其他法国人得以平安撤离 作为清朝时期的摄影爱好者 在撤离期间 他也损失了不少已拍摄好的影像资料 令人虚析不止